你猜不到深圳上海和元宇宙概念 會有七、八十間 有多少水分 很多都是講遊戲相關 因為遊戲本身已經有一定的參與者 你去閒接過元宇宙 大家想像來說比較容易 即使搏機 主持 朱子超 三圈四十分 我們在這個環節 要執政一點 因為正在拍攝 大家不是Facebook 不是YouTube 不過我們在一些視頻會加強內容 因為厚德除了你英俊之外 我覺得可以多元化一點 將你在節目裡面一些分析 例如對於行業的分析 就加以再演繹 剛才我們都商討了很久 這一節做些什麼的內容好 就由最初說不如講一下電動車 都是不好 因為電動車的朋友經常講 講一些特別一點 講一下這個 即現在內地A股 差不多每天都講這個主題 我做聯播的時候 就是講元宇宙概念 這個元宇宙 元宇宙的背景 我想它的名字聽得多 簡單一兩句 就是一個虛擬世界裡面的東西 但是很多 不是 你是留了一個Q 一個平衡的虛擬世界 平衡的虛擬世界 虛擬世界很多 打遊戲都是虛擬世界 你關機又關機了 我們將現實的時間點 跟虛擬世界的平衡 進行 這個就是元宇宙 故事 九個年代小說 怎樣拿名字來用 但是發展的產業 都挺廣闊的 浩德 你是何時開始接觸元宇宙概念 相關的投資 其實都是這一年 這一年 講了很多 其實落地很少 我想今年最大的驅動 當然是Facebook轉名 Meta 就開始鼓起 但是今年其實早段 如果你真的看得多 美股那些 其實它就會講得多些 例如你看一些新片 你之前就炒掘掘礦 Data Center 其實逐步逐步都講 這個元宇宙的概念 其實就會有很多這些 就是Hardware的機件 我聽說是Hardware行業多 例如NVD、AMD 那是很明顯的 所謂的元宇宙 就是說你其實就會 暫時我們的理解 可能很多就是網上虛擬的東西 相關要很多Graphics 很多Computing Power 很多Data Center 這些背後全部都是最厲害 當然現在就是NVD和AMD 兩大晶片箱 最厲害的 Graphics和CPU都很厲害 甚至乎現在越消越多 甚至乎現在開始說 連記憶體也是一樣 所以你看到Mikron 即是美股 Mikron也突然又回來了 當然背後 Elon大家又說 那些PC也好回來了 記憶體也好回來了 但是整體 你看到 你要建造一個宇宙 你就要那個宇宙 宇宙其實不是我們的物理宇宙 就是靠這些 網絡的世界 就是電腦的宇宙 就是相關的晶片 互相需要 另一個就是你作為用家 你虛擬宇宙 人不是虛擬宇宙 人要參與 另一個就是 人會覺得 會參與到的就是AR、VR 即是你帶的設備 可穿戴 譬如A股的GORTEC 也有的 現在有些Quest 都是打機用的 這些就是 都是Hardware 但又不是元宇宙的電腦機件 而是你參與的設備 剛才我們提到的 Metapod也是 即是現實世界的東西 怎樣可以 測量3D 置身其中 是的 那你估計又多些 A股也多 你不要說 剛才我一數 打元宇宙概念股 原來A股 你猜不到 即是深圳上海 這些元宇宙概念股 有成 有七八十間 即是有多少水分 我不知道 很多都是說遊戲相關 因為遊戲 你本身已經有一定的參與者 你去閒接 元宇宙 大家想像你比較容易 Facebook 本身已經有很多人 用Facebook Whatsapp YouTube Instagram 你覺得這樣去 遷移過去 可能就會 那個難度很低 當然這件事 可能是幾年後 你才會見到 一個比較明顯的 商業模式 但現在大家去討論 或者這樣說 接下來我們說一下 元宇宙相關的 投資價值 聽一下浩德 剛才有什麼說 港股都有 你都很清楚 譬如說 元宇宙生態圈 硬件所形成的 然後是軟體 中間會牽涉到一些產業鏈 應用 上星期舉例 元宇宙說 大家去sandbox 搶地 不是現實的地皮 是虛擬世界當中 就要用以太坊去買地 越近一些大企業 在附近的地皮 即是元宇宙裏面的地皮 越貴 相對遠一點 就好像炒一些落後地皮 名的大魚 這樣就可能會便宜 但應該都是炒作 相對現實世界的概念 就擺在網絡上 世界上高 短線無所謂 但是你想想在虛擬世界裏面 其實地的概念和我們現實世界有不同 現實世界的地是有限公認的 而元宇宙裏面 其實地的稀有性是否一樣 我也有點懷疑 雖然我知道在sandbox炒地 炒得很開心 炒幾天就升一倍 轉手是很重要的 當然不是要大家很踴躍去炒 去認識而已 不過作為浩德 即是一個Portfolio 即是元宇宙概念股 你會首選選哪些學業呢? 晶片也是吧? 你問我最踏實穩陣的 其實就是 剛才說的那些 美股的NVIDIA AMD 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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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是製作遊戲設計 Roblox 你有小朋友也知道 大家玩遊戲 這些很明顯 第一是有實力 第二是有技術經驗 一起去堆砌元宇宙裏 最重要的是什麼? 尤其是基金好 因為它夠大隻 你衝下去也不怕 如果你說港股 現在港股也有一些 元宇宙製作遊戲 今天彈得很厲害 1415也是 高位電子 下面也有一間 是做一些ARVR的東西 但你的層次數很不同 也不是靠它賺食 你明白 A股美股和港股都有一些類似的 不過你問我 前提就是 美股 不能否認 其實無論是軟科技 硬科技 他們都是做得遲些 你說A股有80隻 其實很多都是 你問我 軟體公司 慢斜便 打機 或者是做網絡營運 所以我覺得 真的去發展 我們競爭優勢就是 輸了少許 剛才說 大家看這個環節視頻 有四隻 即是元宇宙概念 的 實質一點 AMD NVIDIA UNITY 以及ROBO MTDR META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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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隻 但其實 在美股有些大的METAWERS 的ETF 也有 最大 最多人說 也都是 最SENSIBLE 都是這些 如果你不知道 怎樣去買這些ETF 你就選擇 試一下 這些股份 應該不會跌死人 我不知道 我也天天看著 除了炒完宇宙 他們本身在做的生意都很實際 這個是真的 是 即是來年的增長主題 是否還是會繼續有呢 即是 我們從基本分析都要說 盈利能見度 增長動力 有沒有 照理應該這些有 這些條件符合 半導體 今年已經火爆了一年 但你說 整體 很簡單 NVIDIA 和AMD 有哪個開放你爭 但Intel也搞不定 是 所以 你正在移動大世界 都是需要這類的東西 所以 可能那個芯片 沒有今年那麼差 不過 整體的需求 都很無懸念 好 這一節 我們視頻 就到這裡 當然 Radio 現況市場 23497點 跌了355點 有不詳細 有哪個 有哪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